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冲突在过去的一周吵得沸沸扬扬 俨然成为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双方最严重的贸易战争 有报导指出这其实是川普政府已经酝酿许久的计划 幕后的推手就是美国的贸易代表赖海哲 在川普上任总统前 有许多美国企业早已经受不了中国在贸易上的不公平竞争 北京方面一边声称贴补本土企业 却又一边强迫美商转移技术给中方的合作伙伴 去年8月赖海哲对川普政府的高层员工直接挑明 中国老师承诺会改变贸易政策却经常食言的做法 早已经触怒了美国政府和企业许久 赖海哲强调对中国出手的时间到了 要正式调查中方的不公平贸易作为 几天后川普果然宣布 美国将调查中国可能侵犯的美方智慧财产权 负责人正是赖海哲 但直到去年11月 川普的经济团队抵达北京展开新一轮的谈判时 中国才意识到赖海哲的幕后角色 在川普的坚持下 赖海哲见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并当面告诉他 川普政府认为过去两国贸易谈判时 并没有实际的成果 也担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将持续扩大 赖海哲和川普总统抱持着相同的想法 强调过去对美国人民不公平的贸易政策和协议都必须要改变 这是美国人对他领导贸易代表署的期待 于是今年3月22日 川普在记者会上放话 要对中国进口商品开征高达600亿美元的关税 来惩罚中国对知识产权的剽窃 便是开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 新闻时时报记者陈玉山整理报道 订阅 αν中國对知识产权的码寓